一開口就小失誤 一位中年院福德功沒拜成皇爺 郭台銘辦開獎 傾聽民眾行聲 拋出生孩子 補助養寵物政策 郭台銘宣布參選後 似乎更注重外表 不染頭髮 想讓自己看起來更年輕 年紀大的頭髮自然會變白 申理儀容是必要的 同一時間侯友宜出席婦女後援會 兩人的咖啡會 到底有沒有下文秀主 傳出8月26號才是郭侯見面日 皇室修透露地點在郭的豪宅大廳 難道郭台銘沒邀侯友宜進家門嗎 郭董在在要求 我們不對外說 既然郭董說了 請大家去問郭董 這些事情不在這邊回答 好不好 跟大家外面一團亂 各說各話各三 都是中間不必要的人 不必要的傳話 不必要的聯繫 三個人一定會在最近找個時間約好 不必要的人是不是指說郭台銘 只要喉下鍋上的連勝文引發聯想 不僅對郭和惠不再奉告 被問到遭媒體人爆料 曾罵蔡英文歧視女性字眼時 郭台銘也必談 大家拘泥於這些小事情 然後在那邊糾纏不清 我就不是政治人 如果你們要選一個政治人 你們要選一個指揮王 郭台銘連署已經名槍 近日更頻頻要藍白喝咖啡 但三人各自打算盤 這場總統遊戲 誰才是郭台銘口中的player 三卻您看去聚感中的報導